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殊的地方在于一个是三个国家的比较 另外一个是比较的内容里面的历史研究部分走得比较深入 那么在比较深入的历史研究基础之上再回到社会科学里面那些大的问题 比方说国家财政制度的变革 制度发展的模式 制度发展背后的原因 这本书其实在写作过程里面野心很大 那么野心大的表现就在于呢 我是希望这个书的日本部分 我能够去跟日本历史学家去对话 那么在中国的那个财政金融史部分呢 可以跟中国的一个清代财政史的专家去对话 所以呢 但英国史的角度的话呢 更多的是采用他们的研究 所以能够被英国历史学家认为我没有乱写英国史 我就觉得已经很满意了 对 但是呢从历史研究的这个角度的话呢 可能对日本史和对中国史 特别对清代日本的财政金融史和对清代的财政金融史呢 我觉得在材料上来说是有它一定的贡献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这本书也不单单是给社会科学的人士看 我觉得对清代财政史和甚至明智维新历史 对这两部分历史有兴趣的读者 这本书应该对他们也有一些的参考 特别是对中文读者来说 这三国家的选择呢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跟 经济史研究里面那个大风流的那个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 就是 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史学家也好 还是 欧美的经济史学家也好 现在的一个 共同点就是说 在市场经济发育的过程中 德川日本还有 18世纪的中国 跟工业革命前的英国 有很多的相似性 那么在这个相似性的基础之上呢 目前学界谈的大风流呢 主要是从那个 生活水准的提高啊这些角度来谈的一个大风流 但是呢 我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个人觉得呢 在国家的财政制度上 这个偶然性 把它结合起来 提供一个 完整的一个 英国叙述 那我觉得这是这本书 方法论上的一个 一个贡献 成败的 原因的话呢 就是说 即便是成功 它也不是有一条单一路径 可循 那么在这个角度下来看呢 所谓失败 它也不是一个 必然的结果 所以呢 我这里面讲的成功和失败 实际上是把它放到 这个制度变化的那个历史情境下面去 特别是去 参考历史情境下 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制度的结果 这三个国家在 像现代财政制度转变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它一些基本的 必要条件都是满足的 那么在满足了这个必要条件的 情况之下 为什么 在英国和日本 出现这样的制度的转变 而在中国没有呢 那么我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到一些 重大的历史事件上面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笔资格 我们的笔资格 这就是我们的笔资格 所以我们将买到这个笔资格 这个笔资格 可以关注的